肺癌 肺癌是本港的頭控癌症殺手 無論發病率還是死亡率都是屬於第一 今天很高興請到臨床腫瘤科李惠敏醫生 和我們講講不同肺癌治療方法 李醫生你好 你好 其實就想問一下 其實不同其數的肺癌 是否有不同的治療方法 例如藥物、手術、電療、化療 沒錯 其實不同其數的治療方法是真的不同的 我們首先了解其數 第一期的患者腫瘤會在肺部 第二期的患者會有肺門淋巴結的轉移 第三期的淋巴結轉移到橫隔淋巴 第四期不幸轉移到其他器官 我們所謂的軟處轉移 原來不同其數的確是不同的治療方法 我們舉例 如果是第一、第二期的病人 我們會考慮進取一點 我們會跟著他 用手術的方法去處理 當然術後個別的病人 我們會考慮做一些輔助治療 減低復發的機會 而第三期的病人 一般我們會建議做同步放化療 即化療加電療一起進行 個別的患者也可以考慮 術後做免疫系統治療 亦希望作為一個鞏固減低復發 當然剛才我想說 以上想說的病人 如果個別第二、三期的患者 亦可以個別考慮用藥物治療 即化療或免疫系統治療 在術前作為一個希望可以減低縮小的腫瘤 之後再做手術也可以 至於第四期的患者 很不幸這些患者做有軟處的轉移 他們未必適合根治性治療 我們往往是透過藥物 希望可以控制病情 減慢生長速度 至於怎樣用藥 我們很多時候會看基因的報告 看看是適合用標靶藥 又或者是化療或免疫系統治療 想問一下 其實第一、二、三期的患癌病人 都可以做手術 他們手術前有沒有準備什麼呢? 手術前其實他們準備的東西 未必是太多的 不過很多時候我們一定會建議 如果你是吸煙的患者 就一定要隔煙 為什麼這樣說呢? 原來我們發覺 如果你戒煙的 可以增加 希望你的傷口癒合會快些 又可以減少 術後患的病發症 或者肺炎等等 所以戒煙是很有幫助的 其次之外 我們都會建議患者 在做手術前 都是保持一個身心的平衡 吃多些有營養的食物 又或者做些適當的運動 而有營養的食物 包括高蛋白質的食物 奶、豆類、魚、瘦肉等 這些都是可以選擇 其實手術之後 切乾淨了 其實是否什麼都不用做呢? 其實很多病人 到看我的時候 都會有這樣的想法 就是我都切乾淨了 其實就不需要做任何照 但事實上其實不是的 我們要知道肺炎普遍的復發率 是較為高的 所以除了屬於1A期的病人之外 個別1B期甚至2期或以上的病人 做完手術 我們需要做一些術後的輔助治療 去減低復發的機會 至於做什麼的治療 就好看病理報告是什麼 剛才我們提過 原來我們會做一些基因檢測 要看看有沒有基因特變 如果患者是有基因特變的病人 例如EGFR基因特變 如果其數是1B或以上的病人 其實是可以個別考慮 用第三代的口復標靶藥 三年而減低你的整體傳活期 至於如果你是沒有基因特變的病人 如果你的其數是第二期或以上的 也可以考慮用化療及免疫系統治療 去減低你的復發的機會 那想問一下 除了剛剛提過一些藥物的幫助 其實術後的護理大概是怎樣 我們要知道 如果你做了肺部的切除手術 肺部是不會有重生的 所以我們最重要是 希望我們的心肺的能力可以增強 其實我們怎樣去做培訓計劃呢 我們有得稱之為ABCD的培訓計劃 A其實我們叫做活動 其實原來做完手術之後 盡量可以的話 希望可以盡快下床 做一些適量的運動 而第二的我們就叫做B 我們叫做B 我們叫Breathing Exercise 就是呼吸的訓練 那怎樣為之呼吸的訓練呢 原來我們可以透過心呼吸 又或者用我們的呼吸輔助氣 幫助我們訓練我們呼吸的肌肉力量 通常我們會建議患者 做完手術之後 其實每天在早上 希望可以做這些呼吸的訓練 大約一至兩小時 可以幫助整個身體的復原 而第三的我們就叫做Coffing Exercise 就是吸瘦的訓練 原來我們發覺 原來如果我們做完手術 其實很多時候有些痰會積聚在我們身體 這些痰其實很髒的 但是很多時候病人就怕傷口痛 而不會咳出來 但其實我們反而建議 如果真的有痛的話 就問你的主訓醫生 給你一些處痰給你 止痛藥 如果我們希望可以配合物理治療 和剛才我們所謂的咳嗽訓練 希望可以藉著這些訓練 幫你咳嗽痰出來 這樣可以大大減低患化炎的機會 而最後我們就是D 就叫做日常活動 就是日常的生活 我們盡量希望病人快點 出院之後投入自己的生活 那你有什麼方法可以適量的運動做 例如散步或走樓梯 都是可以考慮的方法 最後想問一下 因為你剛剛提及過肺癌的復發率 都比較高 其實有沒有說 有什麼方法可以預防肺癌復發 還有一些小貼士給大家 我們看看 原來肺癌復發率最高 都是在頭一兩年 所以我們會建議 頭一兩年 每半年都需要做電腦掃描 之後我們會建議 每年都要做電腦掃描 去偵查有沒有復發 如果真的看到復發不幸 我們就需要再做活檢去確認 那醫生就會根據你當時的情況 找回最適合的方法去醫治你 當然幾時都是 我們都會希望 復康的患者 保持一個平衡的身心 吃些有營養的食物 多些休息 做適量的運動 這樣就保持一個愉快的心境去抗癌 你剛才提過 有很多不同的副作治療 其實是否做完手術 可以立刻開始這些治療呢? 一般來說 我們會建議 在術後三至四經期就開始 不過當然我們要個別看 病人是否所有傷口 已經好完我們才可以開始 今天謝謝理醫生 和我們分享不同的肺癌治療方法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 今天評論 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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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鈴鐺